又到了真佛秘法小学堂这个单元了 我们今天非常高兴也非常荣幸的邀请到台北中观堂的是连月金刚上师来到节目当中 我们一起来欢迎上师 上师您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上师来到节目当中 在前几集的节目当中连月上师不断的跟我们开始谈到了修法的时候 修持真佛秘法的时候次第非常的重要 而且一定要层层相应 在上一集的节目当中连月上师 也引述了连生活佛对我们的提醒 其实是意法通法法通 所以看起来是层次很多的次第 可是一旦修持金刚心菩萨叉悔法成就了相应了 很快的上师相应法也会很快的相应 请教上师为什么会意法通法法通呢 好的 那么这里就要谈到在真佛秘法里面 前行正行跟后行的次第了 我们提到在整部的真佛秘法里面呢 非常重要的是正行 那么在之前呢跟大家分享了前行的修法之后呢 接着为大家分享正行 这就是真佛秘法修法里面最重要的部分 那么之前也跟大家分享到 在正行的修法当中呢 有三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元素 他就是首映 观想跟咒语 那么首映呢 每一尊主尊都有主尊的首映 那么在联僧火佛的传法里面呢 每一尊的主尊都有主尊尊传的首映 于是呢 这首映呢 就是代表着佛菩萨庄严的身意 所以这个就是在真佛秘法里面 很重要的一个身的秘密 我们知道我们在修行的一切的过程当中 我们是将世俗凡夫的身口意 转化为本尊的身口意 那么其中呢 身的秘密呢 就是由主尊的首映来表征的 那么意的秘密呢 我们对于每一尊的本尊 我们都要非常非常清楚 本尊的特征 他的首映 他的法器 以及本尊身的观想 那么这个做本尊身的观想呢 也就是我们行者在转化 我们意念的秘密了 所以当我们能够仔细的观想 本尊的时候 这时候我们的意念呢 就会越来越专注 那么当我们意念专注的时候 就会产生一个能量 去跟本尊交融的 所以这个就是意的秘密 再来口的秘密呢 就是每一尊主尊呢 都有联身活佛尊传的咒语 那么这个尊传的咒语 也就是联身活佛在历代的祖师当中呢 所得到的一个非常尊贵的尊传 所以在尊佛中的弟子们所持诵的咒语呢 要以联身活佛所遵传下来的咒语为主 而咒语呢 就是语的秘密了 我们知道每一尊主尊 他们一切的誓愿 他们一切的成就 在他们的这个整个心事里面呢 会化出一股能量 成为咒音声音的频率 这就是咒了 那么我们说念佛跟持咒有什么不一样呢 念佛是称佛的名 称菩萨的名 而我们持咒呢 是去契入佛菩萨的心 所以这个咒语呢 是每一尊佛菩萨成就的时候 一个很重要的 这个声音语的秘密 所以持尊连生活佛呢 在他的文集当中 也提到咒音是生命的河流 我们一个行者在持咒的时候 由于透过这个咒音 透过这个频率 我们不断的专注于 本尊如此的交融的时候 那么这个生命的河流 这个传承呢 就本尊的心中传承到 行者的心中了 所以在真佛秘法的正行里面 有手印 有观想 有咒语 这就是生口意的秘密了 我们就在此时呢 把我们世俗凡夫的生口意 转化成本尊的生口意 那么在这个生口意的转化里面呢 在正行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观想 叫做三光加倍的观想 三光加倍的观想呢 就是将我们世俗凡夫的生口意 撒纳转化为本尊的生口意 所以在三光加倍的观想里面呢 当我们观想这个主尊的种子字显现 由种子字变化为本尊 本尊显现在虚空 这个都是非常重要 我们要慢慢维系来观想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正行的修法 当我们把本尊观想在虚空中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再继续做三光加倍的观想 那么所谓三光加倍的观想 我们就是首先我们要观想 从本尊的天心 升起一个欧姿 白色的欧姿 这个欧姿非常强烈的白光显现 由虚空中本尊的天心 直射到行者的天心 在我们的天心里面 也安利了白色的欧姿 你在此时呢 我们能够存享我们的天心 放射出非常强烈的白光 那么在白光中呢 欧姿不断的显现放光 这时候在我们的这个观修里面 我们已然以宇宙的能量 本尊的能量来净化我们的深夜 这时候我们的行者呢 他今世及累劫累世的深夜都清静了 那么再来呢 第二个就要观想 从虚空中本尊的喉仑 显现红色的阿字 阿字的红色的光明 显现在本尊的喉仑 然后呢 从虚空中摄入到行者的喉仑 此时行者的喉仑也安利了红色的阿字 这时候呢 我们观想这个喉仑显现非常强烈的红光 这个能量的加持让我们的口液转化清静 那么在观想本尊的心轮显现蓝色的欧姿 这蓝色的欧姿呢 由虚空中也一样放射出很强的蓝光 进入到我们的心轮 我们的心轮八夜连台之上呢 显现了蓝色的欧姿 不断的放射出非常非常强烈的蓝光 那么我们此时很专注的 在观修着三光加倍的 这短暂的撒那 却将我们世俗凡夫的深口意 马上能够转化为本尊的深口意 这就是我们在修本尊法里面 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口诀跟心药了 感谢连月上市跟我们做的分享 节目的最后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 打电话进来全新第16季的 密宗道次第广论修行笔记 就免费的送给大家 再次的感恩是连月金刚上市 来到节目当中 同时非常感恩所有观众朋友 您今天的收看 这个礼拜六的同一时间 不要忘了继续收看 连生活博奖大圆满九次第法 以及连生活博奖喜金刚讲义 我们礼拜六解 阿弥陀佛 又到了真佛密法小学堂这个单元了 我们今天非常高兴 也非常荣幸的邀请到 台北中观堂的市连月金刚上师 来到节目当中 我们一起来欢迎上师 上师您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连月上师来到节目当中 在前几集的节目当中 连月上师跟我们开始谈到了 在进入本尊法的修法的时候呢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就是所谓的三光加倍 要有白光 红光 蓝光 分别从本尊映入的天心境 映入自己的天心 猴记以及心记 这个观想呢 非常清晰透彻的时候呢 你本来是世俗凡夫 可是借由这个三光加倍 居然可以让自己瞬间进化 跟本尊他的能量场是相同的 是的 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说吗 这时候其实就像本尊的心一样 是的 那请教上师 那要怎么样再继续下一步来兼顾自己 使自己就跟本尊没有差别呢 好的 其实真佛秘法的修法是很殊胜 而且呢 是非常非常有逻辑的 因为呢 我们一般世俗凡夫的心呢 是很难安定的下来 所以我们在真佛秘法 修法的仪轨的前行呢 它让我们把我们的心呢 慢慢的安定下来 在透过前行的修法当中 当我们前行的修法到达我们的心 已经安定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 我们的念头就会专一了 当我们的念力专一的时候 它就会产生能量 那么在这样的非常专一的能量里面呢 我们在进入正行的修法 那么在进入正行的修法 我们就能够以这么安定而完美的心 去结本尊的首印 那么我们就会深深的明白 在我们结了本尊的首印的时候呢 我们就已经是庄严的本尊神了 然后呢 我们在升起本尊的观想 从种子字 从月轮里面 升起本尊的观想 这时候呢 我们的专一 我们的心念会更完美 那么完美到 当我们在观想本尊呈现的时候呢 我们的心就跟本尊的心呢 就慢慢在交融了 然后我们把本尊观想的 尽量清楚的时候 为什么我说尽量清楚 因为很多的同门呢 在进入到修法的时候 最担心的就是 我观想不清楚怎么办 那么我常常说 我们观想不清楚 就由观想来进入观想 当我们常常看本尊的法相的时候 我们的印象就会越来越深刻 就好像我们在观想我们自己的父母 我们自己的兄弟姐妹 我们的亲人的时候 你是不用刻意观想 因为在长久相处之中呢 这个都深深的把这个形象 都印在我们的心中了 那么在密法的观想也是如此 当我们常常呢 能够看到本尊的庄严相 能够意念本尊的时候 我们在训练我们的观想就不难了 当我们能够把本尊观想的清楚 在虚空中显现的时候 这时候整个虚空中本尊的光 宇宙的能量就在不断的加持我们了 那么我们在继续做三光加倍的观想 那么才能够在这么完美的专一 在完美的交融里面呢 达到深口意的进化 所以呢 虽然每一位这个行者的仪轨都是一样 但是由于我们的信念不同 我们平常在修法我们的深入不同 所以我们在观想三光加倍的时候 每一个人所得到的 觉受跟进化的程度也是不同的 所以连生活佛常常在为我们开示 他说呢 我们行者一定要一日一休 那么连生活佛也实现了他的一日一休 由于一日一休 我们非常非常 闲熟的这个观想跟本尊的交融 我们在修法里面就能够得到真正的一个进化 那么在三光加倍之后呢 那么我们就进入我们跟本尊的 入我合一的观想了 那么下周再仔细的为大家来分享 本尊合一 本尊入我的重要的口诀 感谢林月上师跟我们做的分享 节目的最后 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打电话 进来全新第16季的密宗道次第广论修行笔记 就免费的送给大家 再一次的感恩式连月金刚上师来到节目当中 同时非常感恩所有观众朋友您今天的收看 这个礼拜六的同一时间 不要忘了继续收看 连生活佛奖大圆满酒次第法 以及连生活佛奖喜金刚讲义 我们星期六见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